眼为心中之苗 您跟谁来吧 看眼神最起码 先能断个八九不离十 就怕这偷眼看人的 为什么呢 他亏着心呢 你无论跟谁说话 他敢跟您正面这么聊的 这人没大毛病 就怕这个有几个人聊天 有一个偷眼看人 不敢正视 一定是有问题 好多年前 北京有一个小哥们 古曲的票友 二十出头 也拜师 拜师之后问他师父 我也有门户了 跟他们都怎么拎呢 他师父说了两句话 我管马三爷叫三哥 管苏文茂叫大哥 苏文茂跟马三立啊 差了好几辈了 人家老头的意思就是 不用群立 他徒弟就把头一句话记住了 他二十出头啊 我师父管马三立叫三哥 那就说我跟侯布林是一辈的 真是啊 有一年我们在北京广州楼演出 他抱着孩子上后台串门来了 他跟我他是不敢呢 我那会儿年轻 他一直跟我很客气 抱着孩子看见我了 快叫大爷 孩子喊大爷我啊 好好 一回头都看见我媳妇了 抱着孩子叫姐姐 我媳妇也对得起的 我媳妇那脾气你们也知道了 一回头告诉他 玩去玩去 我徒弟和于伟结婚 我花了六万 包括他们照婚纱一万 包括他们俩人的戒指钻戒 都是我老婆去给卖的 他结婚我花了六万 到现在我在北京大清 租了一个大院子 还有十几个孩子 一直在跟着我住 师傅坤先生曾经说过 郭德纲是向上界的慈善家 我还真没亏过心 您好 郭德纲 我的名字叫何伟 谢谢 身份证就是我的名字 您爱怎么叫怎么叫 谢谢 大千世界原本如此 什么事都会发生 其实我一直在想 我老怕觉得是 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了 我老怕是因为我的不对 导致人家的不平衡 老话说的好 词不长兵 善不理财 我可能确实是心思面软 我老希望能够用人情去感化所有人 但是我现在承认 人情不是万能的 但是不管是留下来的也罢 走的也罢 希望他们都好 我希望他们蓬城万里 但是有一天真落魄了 回来找我 我还等着你 单数铁券 哥的电视剧里边叫免死金牌 这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就是皇上太喜欢这个大臣了 无以为报 给你个单数铁券 上面写着免死 有的是三次五次 十次八次 很多大臣有这个 最后也要被杀了 龙眼无恩 帝王无情 那哪说的准见 你就算你有一块上面写着 我免死十次 真到金殿上 皇上拿着那半拉 你拿这半拉 皇上这一问 能杀你吗 不能 一次了 能杀你吗 不能 问十遍 第十一遍就杀了 这为什么现在好多合同上都写 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呢 穷生兼济 富长良心 天下所有的事情 它的奠基 一定是你的经济基础 这个话说到天边 也是有道理的 穷生兼济 身上分文无有 他没办法 他得活着 人挤着到那会儿 什么叫尊严 王法 护不过来了 富长良心 一有钱了 就有良心了 半夜三点半过马路 他也跟着等红绿丁 就他一个人也等红绿丁 我趁十二个亿啊 这要怼死我可怎么办 告诉您各位一个窍门 什么窍门 如果您在停车场 看着一个男人 主动拉车门 嗯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 第一 这个车是新的 哦 第二呢 这个娘们是新的 嗨 反正得有一新的 采花不可败花 采花若败花 人见人可杀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俩人交朋友 搞对象 可以好就可以不好 没说俩人 必须得过一辈子 交往半年 一年半 咱不合适 分手 分手就分手了 对不对 打这起 也不能说人家 这个那个 这不应该 还有的男孩就是 一气搞了八个 都分手了 我跟你们讲啊 这个白那个 嘿这个 那个那个 与道德有损 上故宫看看去 皇上睡觉那屋 也就七八平米 为什么呢 人睡觉 他需要一个小的空间 私密赶墙 安全赶墙 有那个爆发户 我含着 好大房子 他那卧室 一百二平米 那么大 一大屋子 比这棚还大 然后正当中来一张床 你踏实吗 那不就跟 殡仪馆那告别一样吗 是吧 我并不是说 有仇比报 我是有选择的 我所针对的 是针对向人界内部 向人界之外的人 你打了我 我会笑 因为我知道他值得困束 内部 我吃了他们几十年的苦 我知道我让一步 那么我 以及我的徒子徒孙们 无利身之处 05年德云社刚起来 北京向人界 大伙就预谋 要到天安门去静坐 以此呼吁上级部门 封杀德云社 什么样的仇恨能这样 我就举这么一个小例子 这种事情几十年里边 实有发生 你让我怎样去以德抱怨 以直抱怨吧 以德抱怨何以报德呀 圣人是这么说的呀 交朋友看对方 有没有爱好 说这种一点爱好都没有 你绝别理他 他竟琢磨爱人了 你看他好似不吃人间烟火 不喝酒 不抽烟 不这个 不那个 这个人不好的 很恐怖 古人不说吗 是这样人不能交朋友 因其无智性也 所以说人得有点爱好 甭管好什么 他一定得有一个爱好 百炼钢 不如绕之柔啊 这就是过去的老瓜 舌头跟牙都在嘴里边 有时候这个牙还咬了舌头 给它打一辈子下 但到最后 舌头软 舌头倒流下来了 牙齿很坚硬 牙齿没了 这告诉你就是 人过于刚强 你未必活得下来 所以说百炼钢 不如绕之柔 列位记住了啊 这个人要是一糊涂 不讲理 他想的都是 从我的角度出发 有道理啊 你们怎么这么对不起 我呢 这个天下的浑事 都是因为这个引起来的 如果都心太平和 天下早就太平了 恰恰是因为这种东西 这时候要有一名被人 左右开工 来俩大嘴巴 光一脚踹河里的就好了 过去有这么计划 此舞梦 必然应验 说中午啊 吃饱了之后啊 歪在那儿迷动会儿 做个梦 那不灵 非得是半夜三更 做的这梦 特别的灵 而且说 梦见头 没有梦见尾 这梦也不灵 梦见尾 没梦见头 也不管用 所以必须要求 第一 夜半三更 第二 有头有尾 这个梦 才能够圆梦 我儿子虽然说 初中 毕业之后 没有再继续问学 可是你要知道 我家的书房 比这个剧长大 你说的出来的书 我家里就拿的出来 给你看 可以没文凭 不可以没有文化 可以不上学 不可以不读书 那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不在学小读 在家一定要读 我给不了文凭 但是这些东西 到我儿子 一辈子 他会受用终身 各位别一干事 就想这事多难 成功多妙芒 你先想你干了没有 干了就有 百分之五十的成功概率 直接过倒 那是肯定不成 所以甭管事情多难 趁着年轻 有早没早 打三竿子 你试试 万一成了呢 各位老话说的特别好 穷了呀 就别走亲戚 你自己也尴尬 本今儿啊 看着也难受 你不是跟你亲爹娘 在一块 同着爹妈 你耍吧 你耍吧 你闹吧 饭不好吃 咸了淡了 汤热了 热了你都行 外人不行 列你一眼 能记在心里边 位置不一样啊 情感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这个滋味很难受 那么久不一样了